奇怪的是总是发生在雨夜 少年被几个黑衣人追赶 眼看就要被抓住了 突然 开车的男人吓得呆住了 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怎么会突然冒出个人来呢 此时所有的路灯信号灯都仿佛被干扰 闪烁不停 他连忙望向倒车进 竟看见地上有一团诡异的蓝色火焰 他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再次望去 那蓝色火焰便消失了 只见一个少年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他的书包里也冒着奇怪的蓝光 男人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但尽管医生全力抢救 少年还是停止了心跳 医生遗憾地宣布了死亡时间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男人内疚地痛哭了起来 这时 温他们迟了迟 zob ゲイ 编离 少年近奇迹般地恢复了心跳 原地满血复活 随后 男人便被带到警局问话 要说这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男人名叫陆冬柱 名牌大学毕业七年 如今还是个不入流的作家 更惨的是还负债累累 昨天他被好朋友偷走信用卡套现了300万 就连前来催房租的房东都可怜他 为了尽快还上信用卡 他只好兼职去做了快递员 除了坑人的朋友 他还有个爱闯祸的老妈 比如醉驾撞车 对方要求赔偿1500万才肯罢休 再比如被人骗钱投资 旅交不该把房子都赔掉了 人倒中年的无力感让冬柱透不过气 没想到乌漏偏风连夜雨 他今晚开车又差点撞死一个从天而降的少年 面对女警贤秀的询问 冬柱把当时诡异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 然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对方根本就不相信 贤秀健壮只好安慰他说 你今天运气不错了 那少年死而复生简直就是奇迹啊 冬柱落寞地回到家 下车时忽然发现副驾驶上还有那个少年的黑色书包 回到家后 想到少年离奇地出现又起死回生 警察按照指纹也查无此人 为了搞清楚他是谁 好奇的冬柱打开了少年的书包 书包里东西都很复古 魔方 磁带机 电脑软盘还有一张风景照 但最奇怪的是一块黑色石头 还有一本厚厚的小说手稿 封面写着上帝已死 身为作家的冬柱顿时来了兴趣 他开始饶有兴致地阅读起这本手稿来 很快就被里面的文字和情节深深吸引了 一口气便读完了整本 随后他在网上搜索这小说相关内容 却意外地查不到任何信息 看来这小说还没有出版过 第二天一早 警察发小来冬柱家蹭早饭 顺手读起这本手稿 误以为是冬柱写的 连连赞叹好兄弟竟是深藏不露啊 这内容太吸引人了 用这个投稿今年的大韩文学奖一定能入围 然而冬柱却没有新思想这些 他必须要尽快筹钱支付母亲的1500万赔偿金 发小随口给冬柱这个招 然而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下一秒冬柱便出现在太江二公子李明石的办公室里 两人是大学同学 李明石现在经营一家出版社 在业界做得风生水起 见当年的大学同学 如今变得落魄 李明石忍不住调侃他几句 冬柱虽然很不爽 但是为了借钱也不得不赔笑脸 得知冬柱的来意后 李明石笑着说借钱可以 但打算什么时候还呢 冬柱自信地说等自己入围大韩文学奖后 拿到奖金就立马连本代理还给他 谁料 李明石讽刺道 你还不如说等自己中彩票再还吗 几率应该更高吧 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的冬柱 鬼使神差地拿出那本小说手稿 摔在李明石面前 气愤地让他探探够不够入围水平 原本冬柱是想借完钱后 就把少年的书包交给警察 但他留了个心眼 或许是发小的话点醒了他 他把整本手稿都复印了下来 李明石一脸不屑地扫了一眼 直接用脚把手稿推开 说完冬柱便愤愤地起身离开了 随后他和女警贤秀来到医院 因为他们收到通知 昨晚原本昏迷的少年突然醒了过来 还做了一件所有人都难以理解的事 这个少年的身上发生了超自然事件 他雨夜被人追赶时 突然瞬移到马路上还被车撞了 被医生宣告死亡后又奇迹般恢复了心跳 昏迷中他总能听见周围好像有很多人讲话 被人触碰时 他可以看到对方发生的不幸的事 他车祸住院的当晚更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原本应该躺在病床上昏迷的少年 竟然出现在隔壁病房里 这个病房住着的是一个植物人奶奶 只见少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 仿佛在感知着什么 这时发现异常的医生们赶了过来 他们惊讶地看着这个刚从车祸死里逃生的孩子 竟然好好地站在这里 少年突然回头对医生说 说完便直接倒地不省人事了 第二天 警察贤秀和撞了少年的冬柱便被医生叫来了医院 医生给他们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他说从医这么多年 自己从没有见过这样患者 还表示少年现在又重新陷入昏迷 具体什么时候能醒来也无法预计 离开医生办公室 贤秀告诉冬柱 至今通过任何手段都查不到少年的身份 如果有随身物品或许能有线索 冬柱刚想告诉他少年书包的事 对方却被一通电话之走打断了他的话 冬柱自己先去少年的病房探望他 这时他的手机也来了一个电话 是出版社的李明石打来的 李明石打了 他 felic寻了 他吃完 。 卡通 是你想不过 作为一个七年都寂寂无名的作家 李明石的这句话 无疑是一颗砸进冬柱新窝子的糖衣炮弹 一面是仁义道德 一面是咸鱼翻身的绝佳机会 冬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见他犹豫 李明石继续加码说明天就可以支付定金 冬柱回头望了望昏迷中的少年 最终现实还是战胜了理智 两个月后 悬疑小说上帝已死一经出版 便火爆至极 到处都是新书的宣传海报 各大书店最显眼的地方都摆着这本小说 冬柱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小说家 无债一身轻 他终于开上了心仪的豪华小轿车 也搬离了那个狭小的出租屋 住进了梦寐以求的高级公寓 原本遭人鄙夷的冬柱母亲 如今都跟着詹光出入高档服装店 警察发小也拿着书来找他签名 要将来跟子孙后代们炫耀 亲人朋友都以他为荣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 靠偷来的小说得到的这一切并不心安理得 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成为泡影 只是他没想到 那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松明了两个多月的少年进醒了过来 医生经过和少年的交流发现 对于出事前的一切他似乎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自己兴盛名水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少年对医生说自己出现了幻听和幻影 但具体的内容自己也形容不出来 医生安慰说他的检查一切正常 很可能是事故后的短暂性反应 好好吃饭睡觉 很快就恢复了 随即鼓励地用手捏了捏少年的肩膀 这时少年脑海中忽然闪现一些 关于医生诡异的影像 原来他可以遇见别人的未来 医生走后 少年想出去透透气 但当他靠近房门时 耳边再次响起各种声音 似乎整座医院的患者都在向他诉苦求救 少年痛苦不堪 很快东柱便接到医院的电话 通知他被他撞飞的少年已经醒了过来 一时间冬柱慌乱极了 再三心理建设后 他怀着羞愧和胆怯的心情来到了医院 听完医生的话 冬柱心里更加不安了 他来到少年的病房前 此刻的少年还在被钻进他耳朵里的各种声音折磨 为了隔绝声音他直接钻进了被子里 这时冬柱也来到了他的门前 就在冬柱敲门进来后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发生了 被窝里的人就在眼前凭空消失了 这一幕简直颠覆了男人的认知 冬柱来探望被他撞了的少年 没想到刚进门人就消失了 下一秒少年竟出现在隔壁病房门口 只见他推开门静止走进去 原来这个病房住的就是两个月前少年昏迷前见过的植物人老奶奶 老人的女儿见到突然出现的少年吓了一跳 没想到少年却直接叫他善爱 还说是受奶奶拜托有些话要转述给他 正当善爱惊讶地想要问清楚时 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男人推门进来 自称是老太太的儿子 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恶意 少年瞪着男人 眼睛突然变成了蓝色 门外的冬柱健壮吓了一跳 随后好奇地走进隔壁病房 少年眼神又变得温和起来 她说奶奶马上就要去世了 接下来这些话是她想要对女儿说的 她们都明白了 她们都明白了 幸福的生活 仿佛真的听见母亲说话 善爱握着母亲的手哭了起来 这么多年受到的委屈这一刻都释放出来了 老奶奶说以前因为重男轻女 自己没能对女儿像哥哥们那样好 真的对不起她 她告诉女儿自己私房前的位置 让她拿去做膝盖的手术 剩下的钱再买点好看的衣服 并嘱咐她一定要和那个无赖哥哥断绝关系 说完这些 少年便转身走了出去 一步一躲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迷离呼呼的东柱只好跟在他身后 进屋后少年也终于注意到了身后的男人 突然的瞬移 又和别人说了一堆奇怪的话 还能隔空打人 刚刚见到的一切让东柱一时间忘记了介绍自己 直到少年询问他是谁 东柱才连忙解释到自己就是交通事故的司机 并真诚地和他道歉 没想到少年竟丝毫没有埋怨他 还一把握住他的手 这番操作让东柱摸不着头脑 这时门外跑过去很多医护人员 看方向是那个老奶奶的病房 东柱追出去查看情况 老奶奶竟真的去世了 那少年刚刚说的真的是老奶奶的遗言吗 少年想起了书包 那是不是东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另一边警局接到报案 排污队在河中打捞上来一辆轿车 女警贤秀也来到案发现场 只是同事江哥看他的的眼神似乎并不友好 车内有一具尸体 警方经现场误证和初步辨认 此人正是前段时间闹性骚扰丑闻 而后又失踪两个月的著名导演周大道 贤秀在现场误证中发现一个塑料瓶 里面装着一个U盘和一小块形状奇特的木片 这让他感觉似曾相识 回到警局后 秀贤被安排和同事万数一起 负责调查周大道失踪当日的行程 一个神秘人正翻看东柱的小说 看他手上的伤疤 这个人正是制造周大道坠湖案的真凶 两个月前那晚 神秘人把五花大榜的周大道带到河边 当他摘下口罩面对周大道后 男人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惊恐不已 随后神秘人把一个塑料瓶塞进周大道的嘴里 然后把汽车设置到自动驾驶 神秘人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当他摘下手套 手背上赫然两个圆形伤疤 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会对东柱的悬疑小说感兴趣 难道他知道少年的秘密吗 一句善意的提醒 毁灭了一个家庭 父亲推着女儿从超市出来 他一脸慈爱地看着可爱的女儿 这时小女孩伸手指着父亲身后 父亲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男人正在旁若无人的随地小便 父亲感觉到男人目光并不良善 笑着跟女儿解释了一下 便推着他朝车子走去 只见男人手里握着笔手 直直地朝着父女二人走过来 在男人挥刀捅过来时 父亲紧紧护住女儿 身后的凶手杀红了眼 竟残忍地连捅了几十刀 当妻子赶过来时 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一句善意的提醒 却让她的丈夫倒在了血泊中 再也没有醒来 而她的女儿亲眼目睹父亲被杀害 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摧毁 那一刻女人是那么的悲痛和巨大 女人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时隔多年 她一直把当年的痛苦埋藏在心底 对待所有的病人都温柔静止 直到有一天 在医院门口休息的她突然一阵窒息 因为旁边救护车推下来的人 竟是当年杀害丈夫的凶手 仇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 那一刻愤怒仇恨的记忆瞬间占据了她的大脑 为何杀人凶手还好好活着 稳定好情绪 她向护士询问凶手的情况 医生站在凶手病房的门口 冷冷地看着里面安睡的人 既然牢狱之苦无法让这个恶魔忏悔 那么就由自己来替天行道吧 当晚趁着值班警察上厕所的时候 医生带着致命真迹来到凶手的病房 看着熟睡的仇人 他毅然决然地将药加进了树叶馆内 红色的液体缓缓流向男人的血管 这时凶手醒来看见了医生 惊恐地瞪大眼睛 突然时间静止了 一个少年凭空出现在病房里 周围的一切都仿佛被按了暂停键 这个超能少年是两个月前因车祸入院的 此前医生为他检查时 似乎与少年建立了某种连接 少年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巨大痛苦 刚刚当医生看见凶手时 病房里的少年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他的愤怒和恨意 当时前来探望他的肇事者 东柱见少年突然这么痛苦 急忙出去找医生 然而也就十几秒的时间 少年净凭空消失了 看见仇人的医生因为巨大的悲痛而呕吐 痛哭到不能自已 而少年也出现在医院的院子里 并且和医生有一样的身体反应 这一幕恰巧被四处寻找他的东柱看见 少年各种诡异的行为 着实超出了东柱的认知范围 他把这段时间发生的是 告诉了东柱 自己总是能听见各种惨叫哭诉 与人触碰时还能感受到 那人背负的巨大痛苦 比如那个昨天去世的植物人婆婆 自己就是听见了她的迫切心声 婆婆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了 拜托自己把她的遗言传达给你们 东柱虽然很难相信这奇幻的说辞 但联想到自己这些日子看到的离奇场景 他还是选择暂时接受 少年有超能力这个离谱的设定 不过庆幸的是少年无法读取东柱的内心 否则他将人家的小说据为己有的事就暴露 为了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少年来到医生的办公室 当他触碰到医生的撕巾时 便预知到医生想要去杀一个人 并且会在那之后选择自杀 他必须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并且订阅 并且订阅 少年第一时间拔掉了罪犯手上的针头 随后他分别抓起罪犯和医生的手 一阵蓝色的烟雾营绕在他们周围 而这一刻他终于知道 原来眼前这个罪犯竟是杀害他丈夫的凶手 当年惨案的一幕幕重现在少年脑海中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只见少年愤怒地怒吼了一声 随后使用自己的能力 把医生所有痛苦的回忆和感受 都一股脑转移到了罪犯身上 这时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恢复如初 这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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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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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警察闻声赶来 医生念不改色地说自己听见声响过来查看 顺势收起那瓶打了药的树叶瓶 趁乱迁起少年走了出病房 在走廊里 医生说刚刚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痛苦转移到了凶手身上 少年告诉他自从车祸后自己就有了奇怪的事 因而一处碰到医生就能感受到他的绝望 但他不希望医生因此走上绝路 相比较死亡 这样背负着被害人的痛苦活着 对凶手来说是最好的惩罚 医生虽然对少年身上的能力感到不可思议 但他并不害怕 相反无比轻松 那块压在心上多年的石头终于被离开了 当凶手出院时 他的精神已经被罪恶感折磨到崩溃 大仇得报的医生眼里也终于不再是仇恨 他终于可以放下过去 开始新的人生了 经过这件事情 少年越发地想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于是找来东柱 询问自己书包的下落 然而东柱却根本拿不出来那个书包 因为昨晚有人潜入他的公寓偷走了那个书包 看手臂上圆形的疤痕 此人正是周大倒坠胡岸的真凶神秘男 但奇怪的是 他拿走了书包 却留下了那本小说手稿 还十分挑衅地留下了一句话 东柱感到被挤发凉 这个口吐白烟 眼冒蓝光的少年拥有一种超能力 他可以瞬间移动 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人推倒 甚至可以读取别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这天男孩被一群人追赶 关键时刻 男孩使出了瞬意 结果 这场车祸让男孩失去了记忆 等他醒来后唯一记得就是自己的黑色书包 他向东柱索要 可东柱却一直支支吾吾 因为黑色书包不见了 这天深夜 一个神秘男子潜入东柱的高级公寓 看着熟悉的伤疤 这个男人正是杀害周大岛的凶手 他没有拿任何值钱的东西 只对一个破旧的黑色书包感兴趣 当东柱回来后发现黑色书包不见了 而原本应该在书包里的小说手稿 却莫名出现在办公桌上 封面上还有人留下一句话 是哪一边 光明还是黑暗 并属明凯 东柱有点慌张了 显然这个偷走书包的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但东柱不知道的是 自己因为这个书包可能陷入了一场危机 这个是号称韩国天上人间的福尔咖啡馆 他实行会员制 地位就是会员的门槛 这里只招待所谓的上流人士 会员们可以享受到一对一的贴身服务 他们在这尽情喝酒打牌 放松身心 然而这个上流人士的乌托邦 今天却迎来了两位不速之渴 警察贤秀和万叔 接待他们的是老板娘江慧金 这气定神贤的模样 仿佛早就预料到警察会来 几天前 著名导演周大岛被发现沉湿河鼎 死亡时间是两个月前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现场物证中有一个存满 周大岛性轻女演员的视频的U盘 江哥认为既然凶手留下证据揭露周的罪行 就应该先从这些受害者开始调查走访 而女警贤秀并不认同 他通过对比发现 这个案件和两年前的悬案金斗贤被杀案 有很多相似之处 凶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因为这两名被害者在事发前都臭名昭著 并且他们死后嘴里都发现了 可以证明其罪行的证据 以及一块形状特别的木片 接着贤秀又拿出一张两年前 在金斗贤口袋里发现的报纸 应该是凶手故意留下来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十年前 上面的四个人在社会上都很有地位 一个是泰江集团二代会长李泰万 一个是三代法律世家出身的地检长崔宗男 一个是刚被杀的著名导演周大岛 最后一个是已经失踪七年的学院 财阀独子罗湘佑 据调查 除了失踪的罗湘佑以外 其余二人是周大岛被害前最后见面的人 而他们那晚聚会的地点正是福尔咖啡馆 老板娘江惠金和四人也是多年的好友 得知警察的来意 江惠金说那晚周大岛因为性侵丑闻心情很郁闷 其他人都走后 他独自留在咖啡馆又喝了很多酒 最后还是自己亲自叫代贾 把醉醺醺的周大岛送走的 见他如此淡定 贤秀便问他四个好友中 一个失踪一个被杀 觉不觉得很蹊跷或者有什么可疑的事 江惠金却微笑着回答 这不应该是你们调查的事吗 显然女人不愿意再透露其他 另一边 泰江集团会长李开万似乎也注意到了冬柱的小说 而且一看负责出版的还是自己儿子的公司 随即便找人调查冬柱 现在 看似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这本 上帝已死 小说联系在了一起 从医院回到家的冬柱 虚拖地躺在沙发上 这是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电话 东柱也猜到 正是偷走书包的杀手男 对方称赞小说改得不错 但结局不对 他会以自己的方式来结局 有把柄在别人手里的滋味不好受 冬柱要求见面聊 男人却说时机成熟自然会见面的 说完便挂了电话 看来别人的东西真的不要随便拿 因为你不知道他换来的是糖果还是毒药 秋风速速的街道上 一个衣着单薄的小男孩站在马路边瑟瑟发抖 车内的少年直直地盯着小男孩 而一旁的作家冬柱却什么也没看见 正当他奇怪时 少年跑下车追上去 小男孩似乎引领他去什么地方 另一边冬柱也赶紧停好车追赶少年 终于在一个涂鸦墙边找到了他 只见少年呆呆地盯着涂鸦一声不吭 身边也不见小男孩的踪影 这时他蹲下来用手触碰涂鸦 这一个闪现可把冬柱给整弄圈了 少年出现在一个杂乱的房间里 地上蜷缩着的正是刚刚那个小男孩 他浑身上下都是伤痕 刚刚自己看见的 应该是小男孩的意识在向他求救 少年急忙抱起男孩想要去医院 却发现门被反锁着根本打不开 就连窗户也都用炸蓝和铁丝封死了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封闭的牢笼 少年用力地敲门呼喊着 这时失忆的他忽然想起一些片段 小时候自己也和另一个孩子被关在密闭的忏悔势力 他们身上都是被抽打的血痕 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哥哥 拉回思绪后 他继续尝试叫醒小男孩 然而这次的触碰激发了他的异能 他看见了这个孩子的遭遇 小男孩竟是被亲生母亲虐待成这样的 一年四季他都被锁在这个小黑屋里 穿着单薄的背心短裤 妈妈每隔一周才会送来一袋饼干 孩子已经很久没吃过一口热乎的饭菜 心情不好还会打得他遍体鳞伤 得知真相后 少年的眼睛变成了蓝色 只有在他极其愤怒和憎恨时才会激发 就这样 紧锁的房门被神秘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此时男孩的母亲正巧回家了 女人被眼前震蓝眼睛的陌生人吓得惊慌失措 突然他的手仿佛不受控制 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 女人眼看快要窒息了 嘴里不停地求饶 可少年像换了个人一样 这时窗外冬柱的吼叫声 让少年恢复了理智 刚刚冬柱在向子里急得原地打转 他仔细研究少年触摸的涂鸦 发现房子旁边画着一个红色邮箱 他立即开始在向子里寻找 终于找到了带红色邮箱的房子 失去神秘力量控制 男孩的母亲瘫坐在地上 少年赶紧抱起孩子跑了出来 和冬柱一起把他送往医院 临走时 少年还顺手把那个恶毒的母亲锁在了房间里 以比之道还尸比身 好在送医急时 小男孩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而虐待孩子的母亲也被警察逮捕了 等待他的僵尸满是铁窗的牢狱 逃离了母亲的魔爪 小男孩的脸上终于露出开心的笑容 李医生告诉冬柱 少年身上也有很多旧伤疤 很可能小时候也遭受过虐待 这些话不免让冬柱更心疼少年 于是他决定在少年找到家人前 自己来照顾他 另一边 警察贤秀和万叔再次来到福尔咖啡馆 经过调查得知 出事那晚从这里开车把周大岛带走的 并不是那个常用的代价 江老板听后惊讶问保安怎么回事 保安承认却有此事 原以为是代价公司弄错了 便没放在心上 而由于那个司机戴着口罩 自己也没看清楚他的长相 回到警局后 贤秀怀疑凶手在咖啡馆内有痛苦 才能准确知道周大岛交代价的时间 自己会先调查那个可疑的保安 随后贤秀又来到医院 他曾经负责调查少年的车祸案 有些问题还需要跟他核实 得知少年还没有恢复记忆 他便递上名片说等他恢复好后再联系 然而当少年接过名片的一刹那 脑海里出现了可怕的画面 这些应该都是贤秀心里最大的痛苦和绝望 少年因为共情流下了眼泪 而贤秀也仿佛想起了那些过往一般 泪如雨下 好在这时冬柱走了进来 见少年口吐白烟 知道他又使用超能力了 连忙解释说这都是车祸后遗症 搪塞了几句便送走了贤秀 晚上回到家 发小拿出可是猫眼记录的录像 潜入冬柱家那个人 冬柱根本不认识 发小让他赶紧报警 报警就等于把自己偷小说的是公之于众 冬柱可不敢 他便搪塞说应该就是个狂热粉丝 曾经给自己打电话说不满意结局 发小见状只好叮嘱他小心点 然而他不报警 警察却直接找上门来 这天女警贤秀来找冬柱 问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寄一本 上帝已死 冬柱一头雾水说没寄过呀 这就奇怪了 然而他接下来的话 让冬柱惊出了一身冷汗 太没有人性了 这些韩国财阀家的二世祖们太嚣张了 他们正在肆意殴打一个流浪汉 甚至还有人负责录像 流浪汉被打得蜷缩在地上奄奄一息 几人见状非但没有停手 反而抓起流浪汉的脚将他拖到河边继续施暴 一对路过的情侣碰巧看见这个场景 男生上前想要阻止 但势单力薄的他不出意外的也迎来一顿拳打脚踢 这些施暴的少年还开心地对镜头比叶 一旁得到喘息的流浪汉拼尽全力刚站起来 就被身后的少年用石头直接砸死了 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这是一起发生在27年前的流浪汉被杀案 当时案件应有人自首而草草结案 那几个施暴的富二代 如今都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最近出版的一本爆火的悬疑小说 上帝已死中 有一个故事和这个案件所有情节几乎一幕一样 并且近两年在同一个案发地附近 再次发生了两起凶杀案 死者似乎都和这个案件有牵连 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女警贤秀来找小说的作者冬柱 质问她为什么会写出和真实案件一样的故事 因为很多细节都是没对外公布的 也就是说那些只有凶手和警方才知道 可冬柱压根不知道什么凶杀案 更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写出那些情节的 因为她的这本成名作是她偷来的 如果实话告诉警察 那么自己如今的所有成就都将化为炮鱼 她只好洋装被人质疑很生气的模样 掩盖内心的不安 贤秀虽看出了冬柱的慌张 但由于没有证据也不好再继续盘问 向冬柱要了一瓶水后便离开她家 而那瓶水也是为了得到冬柱的指纹 警察走后 冬柱马上开始查询27年前的流浪汉被杀案 和最近发生的深大岛被杀案 能查到的信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 这时她忽然想到那本小说手稿里 夹着一张风景照 似乎就是那个案发的河边 于是她急忙拿着照片来到河边对比 冬柱开始怀疑自己撞飞的超能少年和凶杀案有关 于是她来找警察发小 谎称自己好奇要寻找灵感 让她帮忙弄到这两个案件的内部调查资料 回去的路上 冬柱觉得坠坠不安 事情仿佛远比她想象的复杂 她一度想放弃一切给女警贤秀说明事情 就在冬柱纠结不已时 李明时的一个电话改变了她的想法 她说小说马上就要加印第十版了 自己已经把分城和下一步的定金都转给冬柱了 冬柱看着自己的账户余额 竟多了整整五亿寒原 看着账户上这么多个灵 她瞬间把心虚和慌乱都抛之脑后 去她的匡扶正义吧 警察贤秀提取到了27年前流浪汉案的资料 这个案件疑点重重 而且当年负责的警官一个是万叔 另一个是现在的国会议员编中日 此刻万叔正在编议员的办公室 多年未见两人寒暄几句后 万叔询问编译员 全斗贤在两年前遇害 为什么他死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 原来当年万叔跑断了腿都找不到目击证人 赶上孩子又生了重病 他不得不把案件交给当时的搭档编中日来侦查 没想到等他回来时 编中日不仅找到了目击证人 还抓到了凶手结了案 而当时的目击证人正是两年前被吊死的全斗贤 看着那以后 平不清云的编中日一路坐到了议员 万叔有意无意地提起27年前的案 编译员摩琳两可的回答让他什么都明白 和编译员道别后 万叔来到深大岛的高中 他翻看着各界毕业生的照片 赫然发现一个熟悉的男生 李天空 他就是当时想要阻止富二代们殴打流浪汉的少年 万叔想起当年他曾找过自己说他是目击证人 然而当时的万叔正要细问 男孩便看见了编中日 随即离开了警局再也没出现过 万叔问校长这个李天空的联系方式还有吗 却被告知李天空也失踪多年了 晚上贤秀找到万叔 他质问万叔为什么要隐瞒全斗贤 就是27年前流浪汉案的目击证人 这个案件明显漏洞百出 当年的凶手真的是真凶吗 万叔承认自己确实对27年前的案件有所怀疑 但当年家里陷入困境时 世边终日对自己伸出援手 出于感激他便选择了沉默 自己信任的搭档曾做过这样的糊涂事 贤秀很失望 他继续问那个学生李天空怎么样了 万叔惊讶地问贤秀怎么会知道李天空的存在 贤秀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总不能说自己是看小说猜到的吧 这个超能少年是从1995年穿越而来 在这里他竟然遇见了学生时期的初恋 虽然经过车祸他失忆了 但仅仅是那一眼 便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少年立刻返回去找那个女人 或许他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女人看着眼前的少年也红了眼眶 因为他和自己的初恋长得一模一样 少年健壮立刻问他是不是认识自己 可女人却失口否认 见少年很失望 女人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希望他有空时可以联系自己 当少年接过名片时惊讶地发现 这个女人竟然和冬柱一样 自己无法感应到他的过去和新生 随即两人道别 女人呆呆地望着少年离开的背影陷入回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 真的是自己学生时期的初恋 原来少年叫江山 来自1995年 等江山做完检查后 冬柱刚好来接他出院 他答应了江山在他恢复记忆或者找到家人前 自己会照顾他 冬柱知道江山有感知别人痛苦的能力 又喜欢管闲事 便再三叮嘱他无论再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都不要管了 江山虽然答应着不会惹麻烦他 可下一秒就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从医院离开 冬柱带江山去买了最新款的手机 拿着新手机的江山乐得合不拢嘴 这时冬柱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落在店里了 便急忙回去取 可等他再出来时 江山去不见了棕影 打他手机也无人接听 就在他焦急的四下寻找时 忽然接到了警局打来电话 原来就在刚刚 江山在路边开心地摆弄着新手机 一个女孩路过时撞了他一下 只见江山突然收起了笑容 嘴里冒起了白烟 那一下触碰他便感受到女孩想要自杀 于是他连忙跟了上去 一路尾随跟着女孩进了书店 这时的女孩也察觉到了似乎有人在跟踪自己 于是迅速离开了书店 她的脚步越走越快 身后的江山也加快了步伐 紧紧跟着他 见状女孩吓得立即跑进了警察局 说有变态跟踪自己 就这样 江山被抓进了警察局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尾随女孩时 他望向女孩 然后让警察们惊掉下半一幕发生了 这可把警察吓坏了 心想这个女孩自说自话的 该不会有啥毛病吧 江山继续用心声告诉女孩 不需要因为一次的成绩下降就轻生 这世上没有彼此更可怕的 所以接下来为自己好好活着吧 一旁不明所以的警察弱弱地问道 他们是哪里不舒服吗 为什么一个一句话不说 一个不停地自己说话 这时女孩突然改口说江山是她的朋友 两人刚刚是开玩笑的 然后头也不回地就跑出了警局 碰巧东柱也来警局接江山 没有被害人 江山自然也就被释放了 这时走出不远的女孩忽然反应过来 刚才那个少年竟然没张嘴和自己说话 便掉头跑回去找江山 女孩给江山互留了电话号码 说会给她发Talk 还威胁到如果以毒不回 就把她有超能力的是公之于众 然后便害羞地跑开了 一头雾水的江山问东柱女孩的话是什么意思 东柱阅读理解果然满分 第二天 警察发小给东柱打来电话说 他们的高中校长对27年前内的流浪汉被杀案很了解 正好对方想邀请他演讲 可以顺道去问问 于是东柱来到学校 然而就在校长办公室等待的时候 东柱发现了一张拍摄于1995年的照片 这一看顿时让他惊了一身冷汗 最左边的那个学生 不正是被自己撞飞的少年吗 难道拥有超能力的他竟是来自1995年吗 男人看到了一张照片后 就像被念了紧箍咒一般 头痛不已 巨大的头痛让男人精神恍惚 同时汇聚一种神秘力量 只听男人一声巨吼 房间里地动山摇 这张照片到底有什么魔法 能够让一个男人如此痛苦 东柱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照片 不久前被自己撞飞的少年 竟出现在一张1995年的照片上 而且他的发型鞋子都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东柱赶紧询问校长这人是谁 得知照片上的少年原名叫李江山 和他的哥哥李天空是相依为命的孤儿 两人从小生活在一个教会管理的孤儿院里 哥哥李天空就读于知名的泰康高中 他被称为天才少年 成绩优异并且擅长写作 令人惋惜的是 不知为何1995年李天空离弃失踪了 他弟弟江山曾去警局报案 而当时的警察认定李天空是自愿离家出走 无论江山怎么解释都不理会 此时没过多久江山也相继失踪了 校长告诉东柱 李江山当年最好的朋友在学校教书 可以去找他聊聊 与江山好友交谈中东柱得知 李江山后背上有很多陈年伤痕 所有的线索串联在一起 这下全能解释得通了 少年在电闪雷鸣的雨夜凭空出现撞上了自己的车 能死而复生还有着各种厉害的超能力 对所有现代的产物都感到新鲜 最喜欢的音乐都是90年代的 他现在可以断定 自己家里的少年正是从1995年穿越而来的李江山 东柱又联想到警察贤秀那天在家里所说 自己剽窃的那本小说 搞不好是江山的杀人日记啊 这是他好像想到什么 难道拿走书包那个字呈 称凯的人就是江山的哥哥李天空吗 另一边江山在东柱家借助 就在他拿起东柱全家福想要看看时 一段奇怪的记忆涌进脑海 记忆中带眼睛的叔叔正是东柱的爸爸 他将那个黑色书包塞给江山 并嘱咐他不要回孤儿院 也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些碎片记忆使江山头痛欲裂 他痛苦地哀嚎着 身体产生巨大的能量 请客间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 碰巧警察贤秀来找东柱了解小说的情况 在门口听到了叫声和碰撞声 正当他打电话准备求助时 大门镜自己打开了 贤秀走了进去却只看见江山一个人 他开始四下寻找其他人的身影 见状江山解释说没有别人 是自己把屋子弄成这样的 可贤秀根本不相信 无奈之下 江山只好说出自己会超能力的秘密 而且他记起来曾经见过东柱的爸爸 这些话对于贤秀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他曾查过东柱的个人信息 他爸爸是27年前车祸去世的 按照年龄还没出生的江山怎么可能见过他 他认为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的记忆混乱 可江山却坚持说 自己出车祸时身上的黑色书包就是东柱爸爸给的 只是书包被东柱弄丢了 贤秀这才知道东柱当初隐瞒了书包的事 此时贤秀不再纠结江山说的是否属实 他趁着少年收拾屋子时 偷偷取走了屋里监控的存储卡 还顺手拍下了小说手稿上署名凯留下的那句话 取证完 贤秀便借口有事离开了东柱家 回到警局 贤秀告诉万叔 27年前流浪汉案以及最近发生的权斗贤和周大保谋杀案 都与小说上帝已死 里面描述的案件相同 只是其中流浪汉案的真相与现实大相径庭 小说中真正的凶手是四个有权势的富二代 而且从叙述的视角来看 很像是当年流浪汉案件的真正目击者李天空所述 根据目前的线索 失踪的李天空有可能没死而且还在复仇 而小说作者陆东柱小时候 和李天空曾生活在同一个街区 并且那么了解那些凶杀案 他肯定和李天空有关联 如果连环凶手真的是李天空 那万叔一定很后悔 因为当年李天空曾找过万叔 要说关于流浪汉被杀案的事情 但那时万叔因为家里有事 便把李天空移交给还是警察的边中日接待 正是这一举动害了李天空 当时李天空把自己亲眼目睹 四个富二代杀害流浪汉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边中日 甚至还告诉他自己有录像带作为证据 没想到在那之后 万叔便再也没有见过李天空 万叔带着李天空的照片来询问 已经是议员的边中日 那日少年究竟和他说了什么 可对方却满不在乎的说 根本不记得这个孩子是谁 尽管如此 万叔也已经看透了这位曾经的好同事 真的为了试图做了许多肮脏事 与此同时 贤秀收到同事的调查结果 几天前给他送来 《上帝已死》小说的人 竟然是27年前流浪汉案 被判了25年的凶手卢明男 他两年前刚刚刑满释放 贤秀不明白他为何要把这本小说寄给自己 是想要洗脱冤屈还是另有目的 这是一场谋划了27年的复仇 1995年的一个夜晚 少年李天空亲眼目睹了 同校的富二代们虐杀一个流浪汉 势单力薄的他没能阻止惨案的发生 这些学生都是出自有权有势的财阀家族 案发后他们买通办案刑警 原本前途光明的李天空 因告发此事而莫名失踪多年 警方还抓来另一个流浪汉 卢明男驱打成招做了替罪羊 使其白白受了25年牢狱之苦 现在卢明难以刑满释放 而消失多年的李天空也再次归来 他们要让那些逍遥法外的恶魔们受到惩罚 近几年间 当年做伪证的拳斗贤被发现 吊死在流浪汉被杀的河边 知名导演周大导被发现沉湿河底 著名教授罗湘佑也失踪多年 这些连环凶案发现的线索 都显示与27年前的案件有关 而警察贤秀发现 一本刚问世的悬疑小说里描写的案件 竟和这几起凶杀案几乎一模一样 仿佛就是凶手的自白 而那本小说的作者就是东柱 东柱偶然通过一张1995年的照片得知 自己不久前撞到的少年原名叫李江山 而自己从他书包里偷来出版的小说 可能与27年前那桩凶杀案有关 江山很可能就是这本小说的原作者 他记起不久前 出版社的编辑曾说过 被杀的导演周大导曾写过一个剧本 也是描写27年前那个流浪汉被杀案 内容和东柱的小说高度相似 而且周大导和江山的哥哥李天空 都是泰康高中毕业的 越来越多的信息指向小说里的案件是真实的 于是东柱开始梳理已知的线索 小说中凶手有四人 一人出身财阀世家 一人出身法学世家 一人出身教育世家 最后一人应该就是刚死不久的导演周大导了 目击者李天空很可能是给自己留言的凯 而他的弟弟李江山带着 上帝已死 小说从1995年穿越而来 还带有各种超能力 梳理出这一切 东柱更紧张了 自己必须要先与警方找到李天空问清楚关于小说的事 否则他迟早因剽窃身败名裂 或者被当成嫌疑人抓起来 东柱在自己的小说贴吧发帖东柱写给天空的信 希望李天空看见后能再次联系自己 只是东柱引来的不是李天空 而是现任泰江集团会长李泰万 堂堂集团会长竟对他的小说产生浓厚兴趣 还要求见东柱聊一聊 难道当年凶手中那个财阀世家的富二代就是他吗 与此同时警方也没闲着 贤秀找到人像测写师 希望通过27年前的照片推演出李天空现在的画像 而万叔则是找到了开洗衣店的卢明南 问他知不知道两年前全斗贤被杀了 没成想卢明南一见万叔立马开车逃走了 在他心里当年袖手旁观的万叔和编终日诗一伙 躲在一旁的李天空也看见了这一幕 很快 贤秀便接到了卢明南的电话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 无论是27年前的流浪汉还是全斗贤 是警察把自己变成替罪羊 贤秀立刻表示自己相信他 先见面再从长计议 可卢明南只说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 便挂断了电话 警方要对卢明南进行通缉 这时万叔找到警长说出了当年的事 这可把警长吓够强 万叔表示希望重新调查27年前的案件 即使自己会身败名列也无所谓 因为他是解开禁气连还凶案的关键 警方立即开会讨论案件 贤秀根据现有线索推断这几个案件之间的关联 甚至说自己大概率可以找到失踪多年的罗湘佑 面对他的信心满满 同事将割一盆冷水泼下来 说他这些所谓的推理 不过是来自一本悬疑小说而已 这让会议陷入了僵局 江山原本要去找医院遇到的那个女人 结果在路上看到一个教诲 这时一些记忆碎片又涌入他的脑海 瞬间头疼欲裂 他记起自己和哥哥小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遭受虐待 施暴的人手拿圣经道貌黯然 突然江山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下一秒 哎呀 哎呀 哎 这个河边正是几个凶暗共同的案发地 此时的江山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地闪现到这里 但却对此感到格外的熟悉 等东柱找到他时已经是晚上了 看着眼前这个来自27年前的少年 东柱有种见到长辈的感觉 江山对东柱说虽然很离谱 但他依稀记起那个黑色书包是东柱爸爸塞给他的 好像就是出车祸的那天 而且他还记得见面的地点是东柱书店 原来27年前出事后的李天空曾联系过东柱爸爸 看得出来他们关系匪浅 变化这头的天空不停地四下张望 仿佛在躲着什么人一样 他告诉东柱爸爸自己把一个书包藏在车站储物柜里 要是放在公厕马桶的水箱中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东柱爸爸会有那个书包 还把书包交给了天空的弟弟江山 这些话让东柱越发混乱了 他跑回车里开始翻看小说 果然找到了书店的场景 书店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 第一幕是李天空目睹凶暗的过程和遭遇 第二幕则是凯的复仇计划 爸爸把书包给李江山时 原稿已经在书包中了 后面发生的士凯并不知情 所以书中没有写 在家里的风际下 到底发生了一幕 把今天你不会有予的," 《海谷戏》 ,《海谷戏》 《海谷戏》 2막是卡依的迫旋律 1막和2막之间 父亲的故事有 卡依的故事不知的迫旋律 一台摩托车呼啸而过 差点撞到少年 江山捡起女孩掉落的丝巾 拥有超能力的 他立即感应到可怕的画面 江山顿失口冒白烟 他说自己感应到刚刚的女孩在求救 立刻和冬柱开车追了上去 靠着丝巾的指引 他们很快找到了女孩所在的仓库 就在江山要闯进去救女孩时 冬柱拦住了她 为了安全起见她叫来了自己的发小龙大 三人敲了敲门 谎称刚刚有人被摩托车撞到 一个怯生生的中年男人开了门询问 龙大立刻推门冲了进去 在仓库里 他们见到了刚刚那个男人 和一个遍体鳞伤的女孩 时间回到两个小时前 警长得知贤秀警因为一本小说的内容 就断定27年前的命案是冤假错案 气得他当场把贤秀停了职 然而万叔却说自己可以证明贤秀所言非虚 没想到这么多年勤勤恳恳的万叔 会说出这样的自白 这引起了警长的重视 他们准备着手调查这件事 这时万叔接到李天空打来的匿名电话 他提醒警察说 所有事情的关键都在于一个字 前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几乎同时 秀贤跑进来说卢明南刚打电话来 说他绑架了议员编中日的女儿 警察们迅速赶到编中日家 卢明南打来电话说 要求编中日在今天9点的新闻直播中 亲自承认27年前是如何通过残忍的手段 逼迫自己成了替罪羊 在那之后自己会立刻放了他的女儿并投案自首 如若不然 就等着收尸吧 距离9点还剩不到一小时 警方尝试诸多方法 依然没有查到卢明南的踪迹 一旁妻子甚至跪下来祈求丈夫救救女儿 可男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 坚持不许警方公开调查 丝毫不顾及女儿的安危 甚至面对老同事万叔时 还恼羞承诺 坚称自己当年是秉公执法 就算刀架脖子上自己也无愧于天地 这幅厚颜无耻的嘴脸让众人十分无语 一时间解救人质陷入了僵局 仓库里的女孩就是编中日的女儿 和他在一起中年男子 正是蒙冤入狱25年的卢明南 此时江山一行人并不清楚眼前两人的身份 他们以为女孩身上的伤是这个中年男人打的 然而 江山直勾勾地看了看两人说道 这个男人不是世报者 他转头问女孩 用高尔夫球杆打他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更奇怪的是明明是被绑架 可女孩一直也没有求救 她也没有回答江山的问题 只是一直盯着旁边的电视机 这时 九点的新闻直播准时播出 可电视上却始终没有出现编中日认罪的画面 女孩子吵得笑了笑 一旁的江山又感受到了女孩的情绪 嘴里再次冒起了白烟 电视也像受到某种干扰一样突然爆炸了 众人被吓了一跳 这时江山走向女孩要和他单独聊聊 女孩震惊地看着江山 或许是童年的阴影吧 江山似乎对虐待施暴的人深恶痛绝 其实警察们也发现了编中日夫妇有些奇怪 刚刚询问女儿离家的时间时 妻子眼神躲闪不停地望向丈夫 而且江哥也说过 查看监控发现女孩离家时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在逃跑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他们猜想 第四位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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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边中日便被送上了救护车 经其妻子闹这么一出 一员女儿被绑架的事便被媒体知道了 警方也终于可以顺理成章地公开通缉卢明南 万叔想要安慰边中日的妻子 赫然发现他手中握着的十字架吊坠 竟和连环凶杀案证物中的奇怪木片如出一辙 另一边 卢明南认出东柱就是上帝已死的作者 他激动地说只有东柱才能帮助自己 可东柱却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他 气得卢明南一把推倒东柱 听到这话东柱有些不好的预感 卢明南质问东柱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 还写成了小说 为什么不能帮自己洗脱冤屈呢 东柱意识到眼前的人正是当年含冤入狱的凶手 可他如果承认小说不是自己写的 那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自己和母亲将会再次回到贫穷落魄的生活 甚至迎来的是更悲惨的人生 想到这 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自己只是以那个案件为素材写的小说而已 而且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小说就让警方翻案调查呢 这时 卢明南想起那几个凶手当时用录像机拍了凶案经过 如果东柱不是亲身经历 那一定是看过那个录像带 或许他知道录像带的下落吗 心虚的东柱受不了他的虎脚蛮缠 转身想要离开 突然 江山一把抓住两人的手 他虽然不能读取东柱的记忆 但是却可以让他看见卢明南的过去 当年他目睹了几个富二代的罪行后 被刑警边终日抓回来连夜审问 在历经了各种各样残忍的逼供手段后 身心剧创的卢明南不得不背下了黑锅 突然回忆中断 因为江山又凭空消失了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警察龙大举着枪冲了进来 就在刚刚 龙大因为有新的警情被叫回去待命 在路上他看见总部发来的协查通报 这上面的绑架犯和被害者 竟然就是刚刚见到的二人 担心冬柱的安危 他立即掉头回去 还把嫌犯的位置汇报了上去 一时间所有的警车都朝着这里赶来 龙大苦口婆心地劝说 卢明南束手就擒 这时一旁的女孩忽然挡在了卢明南的前面 这可真是个大反转 由于警察们马上就赶到这里 到时候只能是实话实说争取宽大处理了 东柱在警察来之前先行离开去找消失的江山 他再次来到案发的湖边 可这次江山并没有闪现到这里 而是躺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工地上 这里正是东柱书店的旧址 少年仔细看着一张27年的老照片 赫然发现 照片上的男孩不就是自己吗 而眼前这个中年女人又自称是他的初恋 突然少年头痛欲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时间回到一天前 警察们接到报警赶到一个废弃的仓库 绑架犯卢明南就躲在这个仓库里 正当他们准备冲进去时 大门打开了 只见警察龙大带着卢明南走了出来 他的手上戴着手铐 后面紧跟着一员编终日的女人 万叔走上前去 他看着卢明南是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而刚刚被解救的女孩突然对贤秀说 这场绑架实际上是自己策划的 卢叔叔是无辜的 贤秀听后有些意外 便把他们都带回了警局 龙大把提前准备好的说辞 讲给办案刑警厅 他隐瞒了冬柱和江山原本也在仓库的事 因为当时冬柱告诉龙大 由于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他必须要在警察来之前离开 龙大虽然不明白冬柱在说什么 但身为最好的朋友 他选择无条件相信冬柱 或许是刚刚通过江山的超能力 看到卢明南的遭遇 冬柱良心发现 他决定帮卢明南找到能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而且不知为何 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自己儿时的画面 27年前还是孩童的自己曾见过编中日 那日编中日偷偷溜进冬柱家政番找着什么 碰巧被小冬柱撞见 他笑着告诉小冬柱 自己正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不能对任何人说 回过神来冬柱终于明白了 无论是27年前还是现在 他们在找的都是案发时的录像带 而且很有可能内卷录像带是在爸爸手里 时间再次回到1995年那晚 当年接到李天空的电话后 冬柱爸爸立刻去取走了黑色书包 而记录案发经过的录像带就在书包里 那些人竟然还将其命名为庆典之夜 这时李天空的弟弟李江山来到书店 他焦急地询问冬柱爸爸是否知道哥哥的下落 冬柱爸爸告诉他李天空遇到了点麻烦 从现在起他不要相信任何人 无论是警察还是孤儿院的人 这时敲门声再次响起 这次登门的是警察边中日 而旁边停着的车内 坐着一个手上纹着十字架的男人 冬柱爸爸立刻让江山带着书包从后门离开 而内卷录像带应该是被冬柱爸爸藏在书店的某处 想到这 冬柱立刻给妈妈打去电话 询问妈妈记不记得家里有一卷27年前的录影带 可妈妈稀里糊涂的根本想不起来 没办法冬柱只好拜托妈妈帮忙找一找 挂断电话后 妈妈自言自语道 好像当年有个牧师也问过录像带的事 突然家里传来关门声 好像刚刚有人出去了 妈妈这才想起刚进家门的时候 灯是亮着的 抽屉也是开着的 吓得她以为家里进了小偷 马上追了出去 刚好看见那人发动汽车逃跑了 冬柱妈妈迅速记下了车牌号 刚刚那潜入冬柱妈妈家的人 竟是泰江集团会长李泰万派来的 他知道了冬柱也在找录像带 看来背后的真凶也坐不住了 在和妈妈通完话后 冬柱坐下来查看贴吧 发现之前的帖子并没有引起李天空的注意 随即他又发了一条 希望这次能吸引李天空联系自己 冬柱忙着找录像带 把刚刚凭空消失的江山望在了脑后 江山从工地走出来 他想起冬柱曾说过这里拆迁之前就是冬柱书店 而他也好像记起来自己应该生活在1995年 这时手机收到一条视频 是上次那个要自杀的女孩发过来的 视频内容竟是江山突然出现在河边的场景 随即女孩打电话来告诉他 这个视频被人传到油管上了 现在热度很高 但好在大部分网友还是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之后江山回到家 碰巧遇见正要出门找他的冬柱 冬柱着急地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可江山却和他发起火来 质问他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27年前河边发生的事是不是和自己有关 被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的冬柱也忍不住吼起来 他解释说时机到了会把一切告诉江山呢 可江山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气呼呼地回了房间 上楼前还顺手拿了一本冬柱的小说 第二天是冬柱的签售会 他耐心地给每位书迷写下祝福的话语 这时轮到一个女中学生 他说有位大叔拜托他把这张纸交给冬柱 冬柱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是凯曰他见面的信息 他立刻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询问女孩给他纸条的人 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 冬柱看见了李天空 两人隔着人群对望着 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神奇 27年前还在上高中的李天空和冬柱的爸爸是望年交 冬柱小时候最喜欢的汽车模型就是李天空送的 他看着现在长大成人的冬柱 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然后转身离开了 这时一个黑衣男子紧随其后走出了书店 李天空也察觉到有人正在跟踪自己 于是他来了个五秒大变状 然后掉头回去和对方走了个照面 就这样摆脱了黑衣人 当李天空再次露过书店门口时 咖啡店女老板突然出现在这里 李天空露过他时有意无意地碰了碰他的手 在看女人的复杂表情 似乎也认出了眼前的人 他们之间曾有过什么过往吗 冬柱扮完牵授会准备离开时 一个形色慌张的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腕 男人手上纹着十字架的图案 嘴里不停地问冬柱 你见到神了吗 请告诉他 自己已经等了他27年了 吓得冬柱立马正开他的手火速离开了 而这个神经兮兮的男人 正是27年前那个雨夜追赶江山的人 他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那时亲眼看见江山消失在眼前 江山来找之前在医院遇到的女人 他想见见女人说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朋友 可女人却说那个人在很多年前便消失了 一句话都没留下就那么不见了 随后 女人找出过去的他们的照片给江山看 江山惊讶地看着照片和自己一模一样男生 女人笑着说旁边那个女生就是自己 这时她又开始剧烈地头痛 而原本在她书包里的那块石头也开始冒着蓝光 一段回忆涌进江山脑海 她终于记起来了 照片上的男生就是自己 而女孩就是自己的初恋蔡雨婷 江山抓着女人问到蔡雨婷在哪里 女人惊讶地问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江山崩溃了 她无法理解初恋为何会变成眼前的中年女人 27年前的自己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没什么的 我现在能够有但你 我现在自身的世界都 我这次的一位全部都 我现在被踏在哪里 我这天? 你怎么看到这和这些什么? 我现在怎么看 自己在这里 哪有生意的就存在的世界, 是存在外面的未来습니까? 我明白 我能不能知道 我是黑先生 这个少年突然风味一样冲向马路 刚刚好友龙大告诉东柱 他妈妈昨天报案说家里进了贼 屋子里有被翻找的痕迹 却什么都没丢 他妈妈追出去记下了车牌号 经调查是个套牌车 龙大分析这应该不是个小毛贼 会不会和当初进东柱公寓的是同一个人 听他说完 东柱有些后怕 他知道那是有人在找那盘罪恶的录像带 他立刻赶到妈妈那里看望他 闲聊时妈妈告诉他 曾经教会孤儿院的牧师也曾找过什么录像带 东柱觉得有些蹊跷 教会孤儿院在小说里也出现过 他追问爸爸是怎么出的车祸 妈妈难过的说是肇事逃逸 出事的那个街道他爸爸之前从未去过 东柱翻看着爸爸的遗物 回忆着儿时的点滴 他怀疑爸爸很有可能是被人灭口 于是东柱把遗物带回了家 或许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江山去找医院遇到的女人 看着一张旧照片 竟想起自己是来自1995年 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江山记起东柱曾说过 出现问题的不是记忆而是时间 看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是从27年前穿越来的 江山顿时怒火中烧 自己一直苦苦找寻记忆 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而东柱却一直把他蒙在鼓里 好巧不巧 正要回家的东柱碰巧遇见 站在路边发呆的江山 这不是送上门找打吗 江山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顿暴揍 东柱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扣打迷糊了 反手把江山压制住问他发什么疯 江山反问道 明明已经知道自己是从过去穿越来的 为什么不告诉他 突然他目光坚定地看着马路上的车辆 想着要用相同方法回去 一阵白光闪光 开车的司机吓了一跳 他连忙下车检查却发现空无一人 原来危急时刻 东柱和江山竟然一起顺意回了家 劫后余生的两人惊魂未定 虽然嘴上指责对方鲁莽 但其实是彼此关心的 东柱承认了江山的身份 而且从交谈中得知 江山最后一次见到东柱爸爸时 来书店找他的是警察 这更加坚定了爸爸的死与 27年前的案件有关 警局里 测写师把已经画好的 李天空成年画像拿给贤秀看 贤秀感觉画像上的人有些眼熟 这时他接到江山的电话 江山说虽然有些离奇 但他记起自己的全名叫李江山 希望贤秀能够帮他找到哥哥 通话结束后 贤秀立刻通知同事帮忙查询 只是这时他还不理解 江山所说的离奇是什么意思 自从抓回了卢明男 警局便传出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谣言 贤秀得知谣言是江哥说的 立刻去找他理论 江哥却说谣言虽不是他传的 但是他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 江哥一直对贤秀带有偏见 眼看两人要吵起来 这时警员大嘴过来解释说 谣言其实是他说的 自己和后辈们炫耀便随口说卢明男可能是凶手 为了更可信便说是听江哥说的 警长也来制止了争论 这才平息了风波 接下来警方开始收集昨天绑架案的供词 万叔把那个和被害人嘴里的木片 一样的十字架摆在卢明男眼前 但看卢明男的表情显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万叔断定卢明男不是杀害全斗贤和周大导的凶手 因为卢明男的排斥 万叔只好和贤秀负责审讯编中日的女儿 女孩说早在两年前卢明男就在监视他家 他的父亲编中日是一个家暴狂 每次喝醉都会疯狂殴打自己和妈妈 警察们看着女孩身上的伤痕唏嘘不已 两年前的一天 无法忍受的他决定离家出走 奈何伤势太重倒在了家门口 是卢明男叔叔救了自己 他也知道了对方的遭遇 这两年更是卢叔叔一直开导安慰自己 审讯卢明男的是江哥和大嘴 曾经可怕的审讯经历让卢明男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 当他们拿出拳斗贤案的照片询问他时 卢明男便开始浑身不停地颤抖 随后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经过江哥的抢救后终于恢复了意识 这时带着急救员进来的大嘴脸上 闪过一丝失望的神情 江哥被警长一顿臭骂说他胡乱逼供 他辩解说明明是卢明男胡言乱语 不仅拿不出拳斗贤被杀死的不在场证明 还呼舟让警察去查编中日家两年前的监控录像 这引起了万叔的注意 他认为卢明男这么说一定有原因 另一边 冬柱来到与李明石约定的咖啡馆 实际上要见他是泰江集团的会长李泰万 这次见面的意图在明显不过 李会长言语中暗暗警告冬柱 不要再插手27年的案件 这让冬柱也更加确信 李泰万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 在家里的江山翻看自己的物品 想试着寻找记忆 他刚触碰到自己的旧鞋子 脑海里边又出现了记忆片段 他终于想起来哥哥李天空的模样 也想起和哥哥一起无忧无虑的时光 又想到当时冬柱爸爸告诉自己哥哥出事了 他立即跑了出去 江山来找蔡雨婷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里 真正认识和了解李江山的人 他焦急地问蔡雨婷知不知道哥哥李天空的下落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果哥哥还活着一定也在寻找自己 听到他的话 蔡雨婷开始相信眼前的人真的是江山 然而江山只一句话便让女人彻底打消了一律 他就像江山的人彻底打消了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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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的人彻底打消了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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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的人彻底下的一律 女人瞬间泪如雨下 这是只有自己和江山才知道的约点 发生三起命案的河边再次发现了一具尸体 拥有特殊能力的江山刚触碰到袋子 脑海里便闪现了可怕的画面 然而她想不到的是 这个白骨尸体竟是她最熟悉的人 就在昨天 冬柱告诉了李江山他穿越的史木 以及书包的来历 也终于承认了自己当时迫于经济压力 偷偷出版了她书包里小说首稿的事 而她哥哥李天空27年前的遭遇 都在那本小说的第一部分里 于是江山连夜读完了那本 上帝已死 知道了哥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警局里 如明南看着眼前这几个高中生的照片 实在想不起自己27年前的凶暗现场是否见过他们 这是贤秀拿出测写世话的李天空城年相 卢明南定睛一看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人的脸 但他却向贤秀隐瞒了 在之后的询问中 卢明南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说自己之所以把小说寄给贤秀警官 是因为当初他在全斗贤案后见过一个韩警官 是韩警官告诉自己以后有事可以找贤秀 这让在场的警员都很震惊 因为当年韩警官在调查全斗贤案件时 不幸被撞身亡 但他生前的调查汇报中 并没有提到过曾和卢明南见过面 正当他们疑惑时 来了两个检查署的人打断了审讯 他们声称编中日议员起诉了卢明南 现在要提走当事人 审讯室里的卢明南听到门口的对话 身体开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万叔的道歉和贤秀的保证 让卢明南渐渐冷静下来 他继续讲述两年前的事 两年前 韩警官在调查全斗贤案件时 无意间听一个证人提到了27年前流浪汉案 他随即去查看李当年的卷宗 发现这个案件漏洞百出 便找到刚出狱的卢明南了解情况 得知卢明南是冤枉的 韩警官告诉他会先试着调查这个案件 卢明南说当时自己觉得 这个年轻的警员是可信的 便又把全斗贤被杀那日的所见告诉了韩警官 只是没想到这些话境间皆害死了他 原来出狱后 卢明南每晚都蹲守在边中日家门口 寻找机会杀了他 直到那天 他看见全斗贤来找边中日 当时差不多是晚上9点 随后自己就睡着了 等到再醒过来已经是凌晨一点半 突然他看见全斗贤被一个男人抬上了车 全斗贤全身瘫软不知是死是活 卢明南说随后自己开车跟了上去 一直跟到了武居山脚下 后来由于太害怕了就没敢继续上前 贤秀问他为什么当时没有报警 卢明南说对方可是边中日 自己可不想再次背黑过了 但是他把这些事都一五一十地告诉韩警官了 韩警官也表示会去查边中日家门口的监控 可没想到第二天 就听到韩警官遇害的报道 自己一直记内疚又害怕 随后警方以卢明南为重要目击证人为由 把他留在了刑警队 没有被检察署的人带走 但暂时安全的卢明南却还是心慌不安 因为刚刚他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贤秀和万叔去有关部门询问 两年前韩警官是否来调取过边中日议员家门口的监控 南职员表示确实见过韩警官 但那是编译员私人的监控他们没有权限查看 正当两人失望而归时 一个女职员追了出来 他说刚刚男职员撒谎了 两年前那里是有治安摄像头的 有其他警察先与韩警官来拷走了视频原件 并且还是经过厅长同意的 当时他觉得事出蹊跷 便偷偷把视频做了拷贝 并把U盘交给了韩警官 另一边 东柱来到和李天空约好的书店 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成年后的李天空 东柱给李天空讲述了 他弟弟李江山是如何从1995年穿越到现在的 并且现在就和自己住在一起 但显然李天空对他天方夜谭诗的话半信半疑 东柱连忙说等他见到弟弟本人就会相信了 随后他又为自己剽窃小说的事到了前 见东柱一脸愧疚 李天空表示自己从没想过揭发他剽窃小说的事 曾经的警告也只是想提醒东柱会因为这本小说陷入险境 接着他又问起录像带的下落 谁知提到录像带 东柱激动地说那个书包里根本就没有录像带 自己也在找他 无辜的爸爸因为内卷录像带惨死 他想要和李天空一起找到那个录像带 让那些恶人们受到惩罚 没想到对方竟直接拒绝了他 李天空对东柱爸爸充满了愧疚 自己已经深陷沼泽 他不希望东柱也因为自己陷入险境 这句话让东柱泽如雨下 他拉住李天空说江山真的在这里 而且也在找哥哥 没想到对方意味深长地反问他 你真的确定我就是李天空吗 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 冬柱感到疑惑和迷茫 江山来到案发的河边 看看能不能感知到哥哥的下落 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破旧的塑料桶 仿佛被召唤一般 江山缓缓走上前打开了盖子 里面竟然是一具被塑料袋包裹着的白骨尸体 江山壮着胆子触碰尸体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用刀行凶的画面 他吓得瘫坐在地上 这时江山嘴里有冒起了白烟 说明自己刚刚感知到的就是这个尸体生前发生的事 可当他再次鼓起勇气想要触碰尸体时 一个老奶奶出现打断了他 接到报警后 刑警们立刻赶来了河边 他们在尸体旁发现一个学生证 上面写着的名字竟然是李天空 在场的人顿时都感到很诧异 贤秀询问江山怎么也在这里 江山谎称东柱的小说是以这里为背景 所以自己来看看 得知死者的身份还没确认 江山告诉贤秀自己刚刚感知到 那人是被一个手上有十字架纹身的人用刀刺死的 不过显然贤秀还是不相信自己有超能力 东柱这边也东窗事发了 由于他的小说和导演周大导生前写的剧本内容高度相似 对方家属便起诉东柱抄袭 一时间舆论四起 各方都在等着看东柱将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东柱谎称电脑重装过系统 找不到初始写作的时间 无法证明谁的创作在前 李明石给他两条路 要么就听他的安排制造一些伪证 要么就败索 然后面临被封杀以及天文数字的违约金 听后东柱愤愤地离开了办公室 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一切越来越扑朔迷离 如果说李天空真的死了 那么和东柱见面的人又是谁呢 那人和东柱分开后 来到疗养院探望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娘 深夜 一个女学生独自走在路上 突然 男孩名叫李天空 他因为目睹了四大财阀公子 虐杀流浪汉而被追杀 他把装有案发经过的录像袋 装在书包里 并藏在一个储物柜 随后让东柱书店的大叔 偷偷取回藏起来 然而在那之后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大叔 他只好偷偷找女友询问情况 却得知大叔昨天遭遇了 逃逸事故去世了 此时的李天空难过会恨极了 大叔一定是因为录像袋被杀了 悲愤不已的他决定 拿着手里复刻版的录像袋去报警 这时他想到 弟弟江山每天都去书店 很可能也有危险 自己必须先去找他 女友却告诉他说 弟弟今天没有来书店 而且教会孤儿院的院长 和那些人都是一伙的 哪里都不安全 话音刚落 突然黑暗中窜出来两个人 把李天空绑到了一辆黑色面包车上 扬长而去 这俩人是教会忠实的信徒 他们被院长诓骗做着肮脏的事 信徒把搜到的录像带交给黑警编中日 编中日随即下令把李天空处理干净 然而就在少年命悬一刻的时候 令人难以置信地反转出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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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操作震惊了一旁的少年 接着信徒走到李天空身边 替他解开束缚后对他说 以后你就是一个死人了 震惊之余 李天空壮着胆子追问弟弟的下落 信徒却笑着说 自己看到了神迹得到了救赎 他弟弟江山是被神选中的人 已经被神召唤走了 当时的李天空一直以为信徒的意思是弟弟已经死了 时隔27年后 当他在东柱家楼下看见还是18岁模样的江山时 才真正理解信徒和东柱那些奇怪的话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弟弟穿越时空从1995年来到了2022年 而自己因为弟弟逃过一劫苟祸至今 江山有种感觉 白天在河边发现的尸体是哥哥 回到家后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东柱见状十分心疼地抱着安慰他 随后还贴心地做了热乎乎的泡菜汤 两人也冰释浅嫌 饭后刷碗时 江山忽然对东柱说 他触碰河边尸体后 曾见到是一个有十字架纹身的人用刀刺死了他 而自己也想起那个十字架自己曾在教会孤儿院见过 东柱忽然想到他曾在签售会见到过一个奇怪的男人 手上就纹着奇怪的十字架图腾 东柱随即搜索教会孤儿院的主页 上面赫然画着那个十字架标志 这是一旁的江山在看见院长的脸后 突然握紧拳头口吐白烟 变得异常愤怒 东柱猜测他是想到了小时候被虐待的事 连忙合上了电脑 江山这才冷静下来 开始讲述自己小时候的遭遇 教会孤儿院有一个忏悔事 有传闻进到那个房间里的孩子 不是被卖掉了就是被杀害了 小时候自己和哥哥从孤儿院逃跑被抓回去后 就关在那个房间里 优优独播放出来 儿子 有优优独播放出来 优优独播放出来 有优独播放出来 优独播放出来 屋阔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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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冬柱气愤的咒骂院长是恶魔 如果是自己的话一定会放火烧了那个孤儿院 江山突然说自己也想用现在的能力杀了那个人 冬柱立刻说神给你那样的能力并不是让你去杀人的 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证据 揭露那些恶魔的真面目 今天上午边中日收到一条信息说 河边发现了尸体 推测为李天空 给他报信的人正是警员大嘴 与此同时 万叔也找到警长说 刑警队里有边中日的眼线 那人很可能就在他们的组里 二人决定暗暗调查 随后警员们开会分析全斗贤和周大岛的案件 万叔提到曾接到过匿名电话提示他 案件的起源是钱 全斗贤死前确实曾有来历不明的巨额收入 这很可能就是他遇害的缘由 而且这两起案件杀人方式上也有所不同 有可能并不是同一个人所为 散会后 万叔想起那天在河边见到的男孩很眼熟 他翻看手机里的资料 赫然发现那男孩竟然和 27年前李天空的弟弟李江山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贤秀也惊讶地说 那男孩说过自己的名字就是李江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边中日施压 警察署署长直接下令不许卢明南做全斗贤案件的证人 现在唯一能证明边中日有罪的证据就是 找到全斗贤被杀奈日他家门口的监控视频 很快 韩警官的妻子便送来了丈夫生前拿到的U盘 大嘴得知U盘李世边中日家门口两年前的监控视频后 变得异常紧张 万叔他们开始查看视频 发现所有的细节都和卢明南的证词吻合 只是车内副驾驶的人拍得不清晰无法辨认 警长说当务之急是找到视频中的人和车 刚布置完任务 大嘴回来了 谎称自己刚有些内急 江哥随手把U盘给他 让他自己看一遍 这时一旁的万叔注意到 大嘴看视频的神情有些奇怪 江慧金来找李泰万 说听崔宗南透露 警方在河边发现了李天空的尸体 李泰万显然不知道这件事 随后江慧金还告诉他一件事 几天前 崔宗南为了自保 曾来找他打探泰江集团的弱点 他猜测周大岛的死和罗湘佑的失踪都是李泰万干的 因为他俩都曾表示对27年那场闹剧后悔 听江慧金讲完后 李泰万表示自己心里有数了 随后他拿出几张照片说这是和陆东柱住在一起的孩子 自己看着面熟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 看当即愣住了 这孩子怎么和李天空的弟弟李江山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他马上忍住内心的慌乱 淡淡地说自己也不认识 离开泰江后 江慧金立刻来到冬柱家里 见来了不速之客 冬柱让江山先躲起来 自己来接待他 江慧金送给冬柱一瓶卷 说是上次和李泰万会长一起喝过的 随后开门见山地说想渐渐和他一起生活的少年 见冬柱对自己有些芥笛 江慧金告诉他 冬柱一直被李泰万监视着 他的车之前被装了位置追踪器 不过已经被自己处理掉了 而那少年的照片也是在李泰万那里见到的 这次不请自来也只是想弄清楚解开心中的疑惑 因为那个少年和他认识的某人几乎一模一样 他觉得那是故人转世 冬柱强装镇定表示听不懂他的话 见状江慧金只说让他小心李泰万 便离开了公寓 这时江山跑出来问这女人是谁 为什么认识自己 冬柱忽然想起来什么 追了出来 他根据小说内容猜测到 江慧金或许就是和李天空一起目击了案发经过的女学生 然而女人并没有承认 回来后冬柱打开女人送来的酒 没想到近视的空瓶 这个优盘 可以把韩国政界搅得天翻地覆 冬柱这个老六的智商终于在线了 他猜到送来优盘的江慧金就是当年和李天空一起目睹案发现场的女孩 冬柱打开里面的文件 眼前的内容让他惊讶不已 这是泰江集团李泰万会长自继任以来 向数百位大小官员行贿的鸣喜 冬柱虽不确定女人的目的 但他知道以泰江集团的实力 这个东西如果轻易公开 很快便会被各方势力平息 而且还会引火上身被其反咬一口 但如果时机成熟 它便是一张保命符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找到27年案件的证据 其实这也正是将慧金把优盘送给冬柱的用意 为了报答他爸爸当年的恩情 把自己的保命符让给了冬柱 而且他相信冬柱不会鲁莽行事 万叔他们再次调查两年前的全斗贤案 最新技术侦查显示 全斗贤的案发现场被原为改动过 很有可能这个人就是杀害周大岛的凶手 而当时知道全斗贤案发现场的只有卢明男 万叔猜测有可能是他破坏了现场 万叔给卢明男打电话 但却一直关机 两年前卢明男确实去了全斗贤的案发现场 他原本是想救人 却发现全斗贤早已经没了气息 他在慌乱逃跑时 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现场 随后他向李天空求助 说自己亲眼看见全斗贤被编中日的人杀了 卢明男害怕再次被陷害坐牢下的浑身发抖 李天空知道时机到了 他安抚好卢明男后 来到了案发现场 除去卢明男的痕迹 把原本布置成自杀的现场改为谋杀 并故意留下有关27年前案件的线索 这是他复仇的开端 警察贤秀来到东柱家 刚进门就要借用卫生间 其实是要拿到江山的DNA 万叔认为这个江山 既然和李天空的弟弟一模一样 很有可能是亲属 那他们比对DNA就能证明 不久前发现的白骨尸体 到底是不是李天空 从卫生间出来后 贤秀拿出27年前李江山的照片 问他为什么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 冬柱本想搪塞过去 没想到江山却都招了 见贤秀还是一脸难以置信 东柱知道事情瞒不住了 便告诉他李江山说的都是真的 这种超出认知的事 贤秀实在有点难以接受 这时 他接到万叔打来的电话 便离开了东柱家 刚江哥告诉警长和万叔 两年前监控里边 中日家门口那辆车是套牌车 信息无从查起 他们只能先从车上 那两个人入手调查了 这时 江哥发现装有监控视频的 优盘不见了 他明明记得大嘴刚刚插在电脑上的 他立即打给大嘴询问 可对方却说应该就插在电脑上的 万叔询问他们都有没有备份 回答都是否定的 眼下如果优盘不见了 那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万叔打电话给贤秀询问 好在贤秀第一时间做了备份 可电话这头的万叔并没有表现出高兴 随后他说卢明南一直联系不上 让贤秀去他的干洗店看看 挂断电话后 他却谎称贤秀也没有备份 因为万叔一直怀疑大嘴就是边中日的眼线 决定借此机会来个瓮中捉鳖 他把大嘴照片发给负责监控调取的女志愿 殊不知对方已经被边中日控制 不得不撒谎告诉万叔 大嘴不是当时取走原件的警员 万叔有些意外 另一边 大嘴果然和边中日秘密见面 把优盘交给了他 或许是担心事情败露 大嘴告诉边中日自己不想做了 可请神荣一送神男 边中日用前途和他妈妈的性命威胁 大嘴继续为他卖命 瞧他得意的模样 大嘴只能认命 没想到这一幕竟然被冬住的好友龙大派了下了 原来之前龙大受冬住所托去 调取他爸爸车祸的调查资料 却被告知没有这个案件的任何信息 派出所的领导告诉他 当年这个案件是被刑警边中日踢走审查了 他觉得是出蹊跷 便开始跟踪边中日 没想到被他撞见了刑警大嘴和边中日秘密见面 他立即打电话给冬住 此时的冬住和江山正拿着爸爸出世时代的手表 试着感知当年的事 可奇怪的是江山的能力似乎对熟视的人无效 他什么都感知不到 这时冬住接到龙大的电话 龙大告诉他 当年掩盖他爸爸车祸的警察正是边中日 而且自己刚刚跟踪边中日 发现他竟然和刑警队的大嘴有勾结 冬住有些惊讶 但他知道边中日的很辣 让龙大不要再插手这件事 挂断电话后 冬住告诉江山根据那些记忆片段推测 那卷胸安录像带原本应该在爸爸手里 当时刑警边中日敲门 爸爸匆匆送走江山后 一定是藏在书店的某个地方 因为见了边中日不久 爸爸便出了车祸去世了 他们想起书店里有一个爸爸的工作室 里面有一个他亲手做给小冬住的木头汽车 可冬住妈妈却说小车送给亲戚了 只有一张冬住和小车的合照 虽没看出什么线索 江山打拒到夸小冬住很可爱 李泰万叫来检察长崔宗南 警告他本分地做好一只猎犬 猎犬不去狩猎 反而回头咬主人一口 那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随后他告诉崔宗南 两年前犬斗贤因为威胁边中日 所以被他杀了 杀手正是自己的手下 而且那个杀手还刚刚杀了卢明南 万叔和贤秀来找卢明南 却发现干洗店亮着灯 里面却空无一人 因为就在几分钟前 卢明南的干洗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万叔和贤秀开始在附近寻找 很快贤秀在胡同里发现了卢明南的车 卢明南得救后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 然而无论是监控 还是车上都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李天空很快知道卢明南差点遇害的事 原来江惠金身边的保镖是李天空的人 他告诉李天空昨晚卢明南被人伪装成自杀 幸好及时被警察救了出来 挂断电话后 李天空眼神充满恨意 心中仇恨的猛兽再次冲出了牢笼 他打电话给冬主 告诉他不要再调查当年的事 也不要把江山卷到这件事 李天空这一段决绝的话让冬主感到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且江山的秘密已经就要被发现了 法医告诉贤秀 河边的白骨尸体死亡时年龄大约30岁左右 而且是被刀刺死的 贤秀猛然想起江山也曾说过那人是死于刀伤 难道他真的有超能力 他再次来找李江山 如果李江山能立刻证明自己有超能力 那么他就相信 江山说他能看见贤秀抱着一个全身是血的男人痛苦 那正是两年前贤秀目睹韩警关遇害的场景 他相信了江山是来自1995年的 但却还有一个疑问 他转头问冬主 既然之前不认识李天空兄弟 又是怎么写下那本记录少平湖案件真相的小说呢 冬主一时间语色 这是江山开口的说道 警察深夜闯进一家书店 一言不合竟直接打死了店长 凶手多年后竟摇身一遍成了国会议员 只是不知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男人还能得意几时 刑警贤秀终于相信李江山是从27年前穿越而来 但他还是想不通冬主怎么写出那本描写27年前凶杀案的小说 为了不让冬主剽窃的是暴露 江山谎称冬主是看了父亲的日记才写出来的 冬主震惊 这小子撒谎张口就来啊 于是他顺着江山的话说道 当年李天空曾求助过他的父亲 并把当年富二代四人组的杀人录像带交给了父亲 27年前的雨夜 编中日闯进冬主家的书店 不由分说便开始搜查 那时江山刚背着哥哥的书包离开这里 编中日见后门没上锁 便派手下去追江山 接着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个摄像机 随即询问那卷录像带藏在哪里 谈话间两人起了争执 随后毫无人性的编中日 竟把冬主爸爸丢弃在一个偏远的桥洞里 在他意识恢复后残忍地撞死了他 冬主告诉贤秀虽然没有证据 但他能断定就是编中日杀害了爸爸 只要找到录像带就能揭露当年案件的真相 还将天鹰教会和十字架的线索告诉了贤秀 冬主查到数年间这个邪教组织坑蒙拐骗无恶不作 据说有政界人士坐靠山 至今无人敢举报 这时冬主接到龙大的电话 得知卢明南被人伪装成自杀差点死掉 冬主气愤地指责警方的无能 甚至不愿再和贤秀合作 情急之下 贤秀只好求助江山用超能力读取卢明南的记忆 希望能快速破案 两人来到医院 通过触碰江山看见了卢明南的记忆 但读取以后他的守护之为何变得若隐若现 好在不一会儿便恢复了 江山告诉贤秀 那晚曾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闯进卢明南的洗衣店 还看见他曾想要救下一个上吊的人 而且27年前他确实曾被编中日严刑逼供 这时警局打电话叫贤秀回去 两人便就此分开 江山来找蔡雨婷 虽然如今的初恋和自己有着27岁的年龄差 但有些话江山只能向雨婷倾诉 原来他从卢明南的记忆里还看见了哥哥李天空 他很开心知道哥哥还活着 但不知为何哥哥哭得特别伤心 江山难过地说好想找到哥哥 好想和哥哥一起回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蔡雨婷心疼地抱住江山 警方查到当初那两起案件中的木片 正是天鹰教会的图腾十字架上的 看来这个邪教会长安贤墨也和当年的案件脱不了干系 随后警长把边中日家门口的监控视频交给江哥 让他把截图做成协查通报 大嘴没想到视频竟然有备份 顿时坐立不安起来 另一边 行动迅速的万叔已经从线人口中得知 监控视频中边中日手下的线索 李泰万看见了江山的闪现视频 心里对江山的来历也有了大胆的猜测 这时崔宗南来找他说 警方已经掌握了两年前边中日教唆杀害全斗贤的证据 再放任边中日胡作非为下去 迟早会连累他们的 另一边边中日约了江慧金用餐 却被对方爽约了 他只好自己享用最喜欢的米其林牛排 这时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对方说刚刚在那美味的牛排里加了致命毒药 吓得边中日立即跑到外面呕吐起来 旁边开过来一辆车 边中日以为是助手开来的便毫不犹豫地上了车 编中日这才发现自己上错了车 但为时已晚绑架他的人正是李天空 接着一个黑衣人上车将他迷晕后塞进了另一个车的后备箱 随后李天空开着车扬长而去 编中日的妻子得知丈夫失踪 第一时间竟询问天鹰教会的会长安贤墨怎么办 安会长却让他先不要轻举妄动 而且编中日的女儿也在安会长的手中 冬柱被李明石叫来出版社 李明石告诉他 周大岛的家属不知为何突然撤销了对冬柱抄袭的起诉 随即他为这段时间对冬柱的怀疑道歉 送了他一块昂贵的手表作为陪礼 冬柱虽觉得这不像李明石的作风 但也没多想便收下了 冬柱妈妈终于想起来 她把冬柱爸爸手工做的小汽车送给了龙大 然而龙大却告诉他 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那个小汽车 为了感谢好友 冬柱把李明石送给自己的那块手表转送给了龙大 龙大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找20多年前的玩具车 冬柱便把27年凶案录像带和爸爸被编中日杀害的事都告诉了龙大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块手表被李明石安装了窃听器 他们的对话被对方听得一清二楚 聪明的李明石早就怀疑哥哥李泰万很可能和27年的凶案有关 他觉得冬柱一定知道些什么 便决定从他身上入手调查 果然知道了今天秘密 贤秀私下里告诉万叔 他已经确定李江山真的是从27年穿越回来的 这炸裂的消息让万叔一时间难以置信 冬柱来找贤秀 把龙大拍到大嘴密会编中日的视频拿给他看 贤秀瞬间感到被挤发凉 立刻告诉了警长和万叔 原来大嘴竟是编中日安插的眼线 几人气愤不已 冬柱回家前接到蔡雨婷的电话 女人说下午江山来找他说的话让他很担心 冬柱知道江山一定是通过卢明男的记忆知道了哥哥还活着 碰巧这时江山在家门口喊他 经过这么久的相处冬柱早已把江山当成亲人看待 他怕男孩知道哥哥的现状会受打击 他告诉江山无论以后知道了什么都不要失望 既然不能阻止已经发生的事 那就一起过好以后的人生 江山听后非常感动 另一边被绑架的编中日醒来后发现 一个男人正站在自己的眼前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人就是李天空 对面放着一台摄像机 李天空告诉编中日 到目前为止都没人为他的失踪报警 看来想让他消失的大有人在 所以他必须面对镜头好好回答问题 不说实话就只有死路一条 编中日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随后李天空打开摄像机 真心话游戏开始了 恶有恶报 这个挨千刀的坏蛋终于被人嘎了 就在今天下午 李天空用计把编中日绑架了 建议直编中日嘴硬不肯说出自己的罪行 他提起大锤做事要砸下去 吓得编中日立即求饶 随后李天空打开摄像机 并答应编中日 只要他如是供述自己的罪行就能活命 自己也不会把视频公布给媒体 贪生怕死的编中日开始了他的认罪自白 他说27年前自己替这四人掩盖了杀人罪行 得到了如今的财富和地位 并承认冬柱爸爸车祸身亡 拳斗贤案和卢明南自杀事件 都是出自他手 他还透露罗向右失踪应该是李泰万所为 交代完一切 编中日让李天空赶紧放了自己 只见对方关掉了摄像机走过来 俯身对他说 原来李天空精心准备了一场欲望相争的戏码 他把仓库的地址发给了警察 与此同时 又把编中日的自白和仓库地址发给了李泰万 李泰万看完视频后脸都绿了 没想到自己养的狗精那么轻易就反咬自己一口 他立刻派出杀手猎豹去找编中日 这人也正是帮编中日除掉权斗贤和卢明南的人 警方收到地址后也立即赶去解救编中日 不过不论谁先到达 相信编中日都不会有好下场 另一边 东柱接到警察贤秀的电话 得知编中日被绑架了 他觉得很有可能是李天空所为 这让东柱很担心李天空会用极端的方法复仇 几分钟后 警察率先找到编中日 贤秀赶紧帮他松绑 眼间的万叔偷偷拿走了现场摄像机的内存卡 他便以需要被害人陈述 唯有把编中日带回了警局 这一幕被躲在外面的杀手猎豹看见了 浮屠咖啡馆里 崔宗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反观李泰万却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直到他接到猎豹的电话 得知编中日去了警局 脸色顿势变得不太好看 他没想到李天空竟然给他和警察同时发了信息 他大骂着让崔宗南尽快把编中日从警局弄出来 咸秀第一时间通知冬柱称编中日找到了 而且警方得到了他的认罪自败视频 其中他亲口承认冬柱爸爸是他杀害的 虽然已经猜到这个结果 冬柱还是红了眼眶 但咸秀说并不能以此定那个人渣的嘴 他很有可能会主张是在威胁下做出的虚假自败 不过警方一定会尽力让他认罪的 挂断电话后 冬柱和江山都松了一口气 还好李天空没有做傻事杀了编中日 警局里编中日始终保持沉默 他的律师一直在怒斥警方的不合理扣押 这时万叔拿出两年前编中日家门口的监控 正是全斗贤临死前一晚被抬出他家的画面 编中日看见视频脸色微变 但立刻恢复了正常 只说那天全斗贤只是喝多了而已 不得不说 编中日在警察面前倒是心理素质好的很 无论警方拿出什么证据他一概不认 坚称自己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说出绑匪安排他说的话 万叔实在受不了他虚伪的嘴脸 原来是警察署长接到上级指示 亲自来捞人 见万叔很沮丧 警长立刻安慰到我们马上就能把他抓回来 随后通知等在外面的江哥跟上编中日的车 不一会儿江哥打电话给警长汇报 编中日竟明目张胆地去了浮屠咖啡馆见李泰万和崔宗南 这时他问警长大嘴有没有回警局 自己已经一天没见他了 没想到警长竟告诉他大嘴其实是编中日的眼线 江哥感到无比意外 大嘴猜到自己的身份已经败露 便偷偷藏了起来 想要跳江青生却又担心年迈的母亲没人照顾 他偷偷跑到电话亭想打给编中日求救 却意外听见同事们的留言 江哥说愿意陪他一起面对问题 警长告诉他一次的错误不代表人生的结束 贤秀说大家还等着他一起吃烤肉呢 万叔说他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听到这些 大嘴悔恨不已 痛哭之后他决定要做一件大事 见到编中日后 李泰万说他们已经看过他刚刚在仓库里的自败视频 编中日赶忙解释说那是威胁下的供述 警方不能用来作为证据 当被问起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时 编中日激动地说都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见面结束后 编中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这时他接到大嘴的电话 大嘴说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需要钱偷渡或者藏起来 然后又说警察已经盯上了替他杀人的猎豹 自己必须和猎豹见一面从长计议 让编中日通知他在公寓等着 电话挂断后 编中日立刻拨通猎豹的电话 吩咐他见到大嘴就直接让他永远闭嘴 突然编中日家的灯熄灭了 猎豹竟然藏在他家 显然是替李泰万来灭口的 与此同时 李天空也知道了编中日被灭口的事 因为他在编中日身上偷偷放了窃听器 他离开仓库后发生的所有事 李天空全都了如指掌 他的这招借刀杀人 成功让恶贯满盈的编中日受到了惩罚 大嘴来到杀手猎豹的公寓 碰巧遇到刚杀人回来的他 两人一起来到地下停车场 随即牛打起来 不过结果显而易见 大嘴成功制服了猎豹并把他带回了警局 大家都很高兴他能迷途知返 但无论如何大嘴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东柱接到妈妈的电话 他说东柱爸爸坐的小汽车现在在姥姥家 东柱立即约上龙大赶往乡下姥姥家 经过仔细的翻找后 果然在小车的暗阁里发现了当年的录像带 江山来到卢明南的病房 他想再次探查卢明南的记忆 希望能通过这些片段找到哥哥李天空 这次他看见哥哥站在一个种满花草的玻璃房子前 于是他来到卢明南家的社区 从路人口中得知 附近确实有一个类似的房子 江山立刻根据指引赶到了那里 在这里 他终于见到最亲的人 有 龚三 有 有 东柱终于找到了27年前案发的录像带 人家四人组的行径简直让东柱和龙大不忍直视 视频中有几人殴打流浪汉和李天空的画面 只是没见到小说中李泰万杀人的镜头 龙大问东柱想要怎么处理这个录像带 东柱说不能直接交给媒体 以他们的权势根本不能允许视频流出来 自己已经想好一个万全的方法 让真相视频公布于众 好友龙大没在追问 只告诉东柱如果有需要他一定竭力相助 随后他又好奇地问 东柱的小说怎么会和视频一幕一样 见状东柱决定不再隐瞒 第一个人是 我将会看见到 不认证的 我也是 我看见到 不认证的 是 他惭愧地说自己一定会纠正这个错误 然而刚刚 李明时通过龙大手表中的窃听器 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 因为是泰江集团的私生子 李明时一直被父亲要求 屈居哥哥李泰万之下 或许这次他终于能翻身了 贤秀接到冬柱的电话 得知他已经找到了27年前案发的录像带 贤秀开心地说那件冤案就可以申请重审了 卢明南终于有机会沉冤昭雪了 随后他说自己晚一点再去找冬柱 因为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 审讯室里 大嘴和被他绑回来的猎豹坦白了所有 两年前是边中日掐死全斗贤后 命令他们将全斗贤带走伪装成自杀 而卢明南也是边中日指使猎豹去杀的 人证物证据在 这下边中日再也不可能逃脱了 正当警察们准备去抓人的时候 警长却接到报警电话 边中日被人杀害了 27年前穿越回来的江山终于和哥哥天空相见了 然而重逢的喜悦并没有让天空高兴太久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可能会让弟弟陷入危险 两人叙旧后天空送江山回家 他留了一个电话给弟弟 告诉他以后有急事 就用公共电话拨打这个电话 不要再去家里找自己了 兄弟二人分开后 一辆黑色的轿车跟上了李天空 好在警惕性很高的李天空发现了他 三下午除二便甩掉那辆车 他意识到自己和江山已经全都暴露了行踪 江山刚回到家 碰巧听见贤秀通知东柱 边中日被杀害的事 他告诉江山 内卷录像带已经找到 边中日死了 虽然无法知道父亲是怎么遇害的 但至少可以揭露27年的真相 只是一旦视频公布 那他哥哥李天空将会成为杀害周大岛的有力嫌疑员 听到这些 江山立刻跑了出去 他打电话告诉哥哥录像带已经找到的事 并叮嘱他一定要隐藏好自己 直到真相大白 万叔他们迅速赶到边中日家 法医认为边中日是被人从后面勒死的 但他的妻子却在发现尸体后私自磨动了他 导致现场被破坏 而他的理由竟然说因为丈夫是用生命偿还了所犯的罪孽 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原谅 经贤秀询问 原来妻子是天鹰教会的信徒 昨晚在教会通宵祈祷 看样子他被邪教洗脑的不轻 李泰万找人暗中调查 竟真的查到了江山穿越和有超能力的秘密 万叔和贤秀来找李泰万了解情况 当万叔询问他是否收到边中日的自白视频时 李泰万却隐瞒了实情 万叔又问罗向佑失踪前最后见过的是不是他 李泰万依旧顾左右而言他 显然不愿回答这些问题 万叔见状便告诉他警方怀疑 罗向佑周大岛和全斗贤的案件都和27年前流浪汉案相关 已经开始并案调查 从泰江集团出来 贤秀说李泰万这么会狡辩 真想看看当年视频公布后他会怎么解释 这时万叔说刚刚自己提问时 李泰万的眼神动摇了 他肯定收到了边中日的自白视频 而李天空的目的应该就是离间二人 引诱李泰万杀了边中日 正当两人准备回去时 贤秀突然想到自己在庐明南家附近遇到过一个男人 很像测写诗话向上的李天空 然而等他们赶到李天空家时 并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浮屠咖啡馆里 李泰万兴致勃勃地告诉江慧金 他发现和陆东柱住在一起的男孩 正是李天空的弟弟江山 而且今天两人还见面了 这让慧金顿时一惊 得知李泰万知道了天空的行踪 慧金紧张起来 不过很快他日思夜想的人就出现在眼前了 李天空缓缓走下楼梯 这场景连嚣张的李泰万都震惊到必不上嘴 不过再怎么说也是杀过人的狠人 李泰万很快又患上那副完事不公的嘴眼 问到他来这里干嘛 李天空达到是来感谢他杀了编中日的 之所以把视频发给李泰万 还放了编中日 就是希望那个人渣能死在李泰万手里 这些话气得李泰万失去了理智 就在李天空准备离开时 崔宗男走了进来 这个怂包在看见李天空后下的腿都软了 直接摊坐在楼梯上 江山看到了录像带中哥哥被打的画面 强烈的愤怒让他的身体产生了奇怪的现象 冬柱和前来查看录像带的贤秀刚进门 正好看见江山的一样 还没等开口问江山便晕倒了 幸亏冬柱叫来了李医生才无大碍 与此同时 黑色书包里的石头忽然闪起强烈的蓝光 李天空见状神情有一丝紧张 贤秀看完27年前的案发视频 认为警方完全可以根据这个证据 逮捕李开万和崔宗男 但冬柱坚持要在公开后再交给警方 他要用最直接的方式让敌人无力反击 第二天 冬柱穿戴整齐坐在了电视台的直播间里 他竟要通过新闻直播的方式 将所有真相公知于众 冬柱这招釜底抽薪实在太牛了 直接在全国新闻直播上公开了凶案现场的录像 27年前流浪汉被杀案的真凶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这爆炸性的新闻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李开万看着直播直呼这下糟了 冬柱还一起揭露了 当年替他们伪造证据脱罪的是如今的编中日议员 卢明南因此含冤入狱25年前目前生命垂危 那些知情人或死或伤的都与这个案件有关 这时 主持人问冬柱为什么他的小说和视频一模一样 冬柱深吸了一口气 此话一出 顿时现场一片哗然 冬柱坦白小说的原稿就是视频中那个目击案件的男学生写的 自己只是偶然发现稍作修改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 他说自己会承担所有的谴责和惩罚 只是希望27年前案件真相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被扭曲 终于卸下身上的包袱 冬柱感觉如是重负 这时警察贤秀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在电视台后门等他 原来大厅和地下停车场都是闻讯而来的记者 到家后 贤秀感谢冬柱 因为他的施压 检方不得不准发了对李泰万和崔宗男的逮捕令 冬柱听后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把录像带原件和备份都交给了贤秀 希望一切可以早日水落石出 第二天一早 贤秀高兴的说代不令发下来了 可没想到李泰万为了不在公众面前被戴手铐 竟主动要求来警局接受调查 不过他这点小聪明可难不倒刑警了 万叔他们亲自去门口接待贵宾 警局门口站满了记者 众目睽睽下李泰万被两个警察一左一右 架着胳膊带进了警察局 审讯事理 李泰万不承认是自己杀了流浪汉 因为视频中没有他杂死流浪汉的镜头 而只有罗向佑和崔宗南将流浪汉扔进河里的画面 警方只好从崔宗南这边突破 为了不背锅 崔宗南只能供述是李泰万杂死流浪汉的 自己和罗向佑是在人死后把他丢进河里的 万叔问罗向佑失踪那天 李泰万为什么要见他 原来七年前那一天 罗向佑喝醉后坦言自己一直为流浪汉被打死的事感到不安 竟直言要去自首 甚至还接着就酒精对李泰万出言不逊 李泰万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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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对贤秀和万叔的质问 杀人狂李泰万淡定地说自己不记得 还嚣张地警告他们适可而止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由于案件已过诉讼失效 警方暂时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 江慧金来到了警局 他告诉贤秀和万叔 27年前他亲眼看见是李泰万用石头砸死了流浪汉 而帮凶罗湘又每次喝醉酒都会后悔当初的事 这让李泰万非常不满 还有李泰万也的确收到过编中日被绑架时的自败视频 根据他的证词 李泰万杀害罗湘又和编中日的动机就有了 最后他把李泰万行贿受贿名系的U盘交给了警方 并提醒他们 这里的名单涉及到政界 法律界以及媒体 警方要面对的阻碍会异常艰辛 江慧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冬柱去电视台前曾找过他 他将装有李泰万行贿受贿名系的U盘还给了江慧金 他希望女人能够用这个保护自己 江慧金难过地说如果当初不是自己从周大岛家偷出录像盖 李天空不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冬柱爸爸也不会被杀害了 冬柱听后安慰他不用自责 27年前李天空的小说里没有提到女友江慧金的直言片语 说明他一直想要保护好他 希望慧金不要辜负李天空的一片心意 李泰万召开记者会 为自己的行为向社会和民众道歉 并宣布辞任泰江集团会长一职 而崔宗南也被解除职务 他准备给自己放个长假 哥哥出事后 李明时名正言顺地被推选为代理会长 接手集团大小事务 这天冬柱来找他 原本想为小说的事跟他道歉 没想到竟换来李明时的一顿羞辱 李明时的一顿羞辱 说完冬住头也不回的离开 或许是背后有人操控 现在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冬住抄袭的事 出版社门口贴满了辱骂冬住的海报 成堆的小说被洒满红墨水 他家门口也都被贴满了咒骂的纸条 江山愤怒地撕下那些便签 贤秀和万叔刚到李天空家门口 万叔便收到匿名信息 是编中日被绑架那日离开警局后的录音 有他和李泰万的对话 和他只是猎豹杀了大嘴的对话 匿名人还发来了杀害编中日凶手的车牌号 看来杀害编中日的并不是猎豹 冬住来到妈妈工作的餐厅 却得知因为不堪媒体骚扰 妈妈已经辞职了 他打电话给妈妈 起初母子俩还都假装没事不想让对方担心 冬住希望妈妈去加拿大待一段时间 可妈妈却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陪在儿子身边 冬住迟迟没有回家 让江山和龙大有些担心 这时有人敲门 龙大以为是讨厌的记者便准备骂跑他们 没想到竟是一个神色慌张的男人 他冲进屋子直勾勾地看着江山 接着从包里掏出一只鞋 正是江山穿越时丢在27年前的那只 男人正是当年在雨中追赶江山的人 他声泪俱下地说自己曾是天鹰教的信徒 替教夫安贤莫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事 自从江山从他眼见消失后 他便觉得自己见到了神迹 一直追寻了27年 江山握住男人的手 他看见了属于男人的记忆 画面中有编中日指使男人杀了哥哥李天空 有编中日开车撞死冬住爸爸 而背后指使这些杀手的竟是天鹰教教父安贤莫 被仇恨激怒的江山眼睛变成了血红色 吓坏了的龙大刚喊了一声江山 他便突然消失了 天鹰教会里 教父安贤莫正在卖力地给信徒们洗脑 下一秒 江山便出现在天鹰教会 台下忠实的信徒以为是神灵将士 纷纷激动不已 台上凭空出现个大活人 安贤莫居然还很淡定 然而装13的结果可是很惨的 下一秒他就被愤怒的江山钉在了墙上 一股神秘力量让安贤莫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 江山已经失去了理智 众人敬仰的教会孤儿院 竟挖出上百具儿童诗海 刚刚瞬移到天鹰教会的江山 直接使出洪荒之力把邪教头子安贤莫定在了墙上 仿佛被神秘力量控制 安贤莫紧紧紧掐住自己的脖子 江山彻底失去了理智 连赶来制止他的冬柱都摔到一旁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不顾逼近安贤莫 突然耳边响起冬柱的呼唤声 让他不要冲动 江山瞬间冷静了下来 刚赶来的万叔和贤秀和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27年前 小冬柱捡到一块会发光的石头 他告诉天空和江山这是昨晚掉下来的星星 本以为是童言无忌 没想到当江山接过石头后 石头突然闪出一阵蓝光刺了他的眼睛 也许就是那时江山得到了一呼常人的能力 冬柱在医院醒来后便要去找江山 他和贤秀回家查看监控 发现来找江山的正是曾出现在冬柱签授会的奇怪男人 龙大说男人跪着祈求江山原谅时提起了天鹰教会 这时他想去男人拿过江山的血 上面应该有他的指纹 临走时 冬柱告诉贤秀 当年江山兄弟在天鹰孤儿院曾被安贤莫殴打虐待 不听话的孩子还会被关进回改室 而且很多孩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很有可能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冬柱回来后接到李天空的电话 原来江山顺移回到了哥哥李天空家 得知他还在昏迷 冬柱再次请求天空带江山离开这里 江山最近频繁昏倒 医生说可能是心理原因 他真的很需要哥哥陪伴 江山醒过来后 李天空提议让他和自己离开这里重新开始生活 江山听后开心的满嘴答应 冬柱因挑窃小说背负高额违约金 妈妈把他之前给的五千万零用钱原封不动拿给儿子 希望他不要气馁 妈妈回去后 冬柱带着花来到爸爸出事的地方 净撞见那个出现在自己签收会的男性徒 他告诉冬柱 编中日撞死冬柱爸爸时他也在车上 男性徒说他每日每夜都在祈求上帝的原谅 冬柱听后愤怒至极 冬柱让他去自首 曝光天鹰教会虐杀孩子的真相 用行动祈求那些孩子的原谅 或许是终于找到了自熟的方法 男性徒果真来警局自首吗 很快天鹰教会孤儿院的搜查令批了下了 警方根据那个男性徒的证言 在教会后面的山上挖出了上百具儿童的试骸 这简直是惨绝人寰 警方很快逮捕了安贤墨 随后 媒体爆出邪教教主安贤墨不仅虐待杀害孤儿 还擅自使用捐款和儿童援助金持续数十年 晚上 龙大慌张赶来告诉冬柱 自己本想把李明石送冬柱的手表卖掉替他还债 去被告知里面装有窃听器 原来李明石早就知道冬柱要揭露他哥哥李泰万杀人的事 却来了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于是冬柱打开阻隔信号的锡纸 隔空大骂李明石无耻 还威胁到如果他的杀人狂哥哥知道 弟弟被刺自己会怎么做呢 另一边的李明石没办法回怼 此刻正如热锅蚂蚁一般 得知冬柱在找房子准备搬家 江山告诉冬柱 自己这几天就要和哥哥李天空一起离开这里 虽然这是冬柱一直希望的事 但他心里还是很不舍 为了不让江山担心 他只好表现得很开心 警方根据天空发的匿名短信的信息 很快查到了杀害编中日那个杀手的信息 就在那个男人要跑路的时候 贤秀和江哥及时赶到 两人合力制服了他 审讯室里 贤秀拿出杀手的手套 上面不仅有他的指纹 还有大量编中日的DNA 而且还查到了他和李泰万的通话记录 杀手这下不再狡辩 而李泰万得知杀手被抓后 立刻让秘书替自己背黑锅 他承诺自己一定会好好补偿他的 随后秘书前来警局 只是他不是来自首的 他曾找过秘书 告诉他哥哥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自己的退路要选好 于是他把李泰万犯下的所有罪 和他伤害过的所有人全都招了 李泰万正准备跑出国时 被警方堵在了机场 他们找到了李泰万杀死罗湘佑的凶器 这下他再也没有机会替自己开拓了 另一边他的难兄难弟崔宗南 也被警方堵在了机场 原本27年的案件公诉期已过 但经调查崔宗南曾出过国生活了两年 按韩国法律这两年不记录公诉期 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当年的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原本答应江山要一起走的哥哥 却独自去做了该做的事 两年后 东柱新的小说 奇迹的兄弟出版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 李天空两年前是去自首了 他想要纠正自己的错误 然后堂堂正正的和弟弟生活在一起 他因杀害周大倒入狱 表现优秀还剩两年就可以出狱了 江山已经融入了这个时代 他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东柱搬去了李天空的房子和江山一起住 时间的齿轮无论怎样转动 他们都不会再分开了